研发效能是顺畅地去交付有效的价值 而不是去内卷 研发效能就是去压榨每一个人 不是 是让我们交付的东西有价值 过去一两年比较热的一个词叫内卷 这本书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反内卷的 它的核心内容是告诉我们在产品研发中怎么反内卷 内卷的核心是什么 是什么导致的内卷 内卷就是向内看去局部优化 这本书恰恰相反 我们想强调的是向外看 向外看什么 看客户价值 我们不要局部优化要干嘛 要系统的优化 什么叫系统的优化 就是从客户价值出发 去优化价值交付的链路 而不是优化一个一个的内部 而最终去衡量这个效率的是什么 也是客户可感知到的 或者业务可感知到的价值流动的效率 以及我们刚才讲的价值的有效性 所以说我们讲是不是能让有效的价值顺畅的流动 是我们这本书要解决的最终的一个核心的挑战 好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下 就是在产品研发组织中讨论了非常多的叫研发项难 那么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当我们谈研发效能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 因为首先你要对研发效能是什么 有一个定义 所以我们讲的研发效能是顺畅的去交付有效的价值 而不是撤去内卷 研发效能就是去压榨每一个人 不是 是让我们交付的东西有价值 而且交付的过程能够更加顺畅 然后这里面我们刚才讲的最后的总结了 我们的原则就是聚焦主动效率 然后去探索和发现有效的价值